到国际线出发 我们要来继续解析 美中从贸易战转而科技战的白热化 其实最近大家对于美中台的关系 都从这个电子跟半导体来切入 但未来还要发展的是国防跟军事 今天现场我们请到了专家电子时报的总编辑 乌林祥总编 总编好 这里你好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乌林祥 我们肯老师一起来看 其实从过去军事国防的 大家每个大国都在做军备竞赛 但最近其实根据一份报告 我们来看到这一份的是澳洲智库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所提出的内容 大家可以观察到 3月2号他们提出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美国国务院 资助研究 所以照理来说还是美国的情资 那针对了内容上 他们认为有44项的关键新星技术领域 包含了高效能运算 量子电脑 太空发射 以及疫苗研制等七个领域 美国还是位居领先的地位 从这次的疫情 还有包含了最近的这个太空竞赛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在结论上 我觉得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中国有崛起甚至超越的可能性 因为在这个结论里面 中国可能会垄断10个领域 包含了未来非常热门的基因跟合成生物学 以及部分的技术领域是全球的前十大的研究机构 全部总部都设在中国 那现在呢 尤其市场上最火红的 这几年都在讲的AI领域 还包含了电动车的电池 也是中国位居全球的领先地位 那甚至呢 包含了机器人的技术 超音速 奈米制造等等 5G 6G 中国都处于惊人的领先 我先请总编来看 惊人领先 真的有差距这么大吗 我觉得如果光凭一份报告就做出来 这个美国的科技水准已经全面落后给中国的话 我觉得这个太太出帅了 这还值得商劝 那我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因为这个所谓的关键新兴科技 这个不像九九惩罚表 有一张标准的表举式公认 是普世价值 那这个一来是因为各国的条件都不一样 所有每个国家所关键的新兴科技都不一样 二来更重要的是科技本身 它的内涵最重视的就是创新 所以它内涵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改变 所以它的内涵一直在改变 就很难定义 那如果说 我来举个例子好了 川普在2018年初的时候 掀起所谓的对中的贸易战 然后很快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就知道说 其实它真正的内涵在于科技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科技战 可是到底是哪些科技要彼此要战呢 结果等到2020年的10月 白宫才做出来的一份 整整两年之后才做出来了一份 所谓的关键新兴科技是美国要保护 其中有20个项目 你刚刚讲很多项目在里面都有 但老师你说关键的新兴科技 那这个又要怎么定义呢 所以就不到一个月之后 美国商务部又发布了另外一份 结果只有14个项目 你两个对比 有很多相同也有些不同 另外中国在14.5的 14.5的规划里面 它也列出了很多项目 我也去一一比对 也就知道这里面的确很多相同 也有很多不一样 这就呼应我刚刚前面一开始讲的 并没有一份标准的表格 大家就公认说 这就是新兴科技项目 所以这个跟每个国家 所追寻的国家目标是不一样 我再来打个比方好了 奥运好了 最近运动大家都很热 你也很爱运动对不对 所以奥运是一个 有很多种项目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世界其他的什么 世界田径赛各种比赛 它里面也有很多项目 我们去比这些项目 有些一样 有些也不一样 所以每个主办单位 可以自己定义 到底有哪些项目 是我们认为 我们比较重视的 那更重要的 其实既然有的项目 一定有什么 有评比 有的项目一定有分数 到底哪些项目 怎么打分 回到你刚刚问的 这家澳洲的智库 它打分的评比的标准 是什么呢 是这个所谓的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 那谁比较多 看起来中国比较多得多 所以他才做出这个结论 说中国在很多领域里面 科技就领先了美国 可是这里 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对 学术可不可以赢过食物 这可能是两个 非常大的分水 主持人果然是 冰雪从会 立刻挑到真正的关键 因为我们在中文里面 讲科技科技 其实科技是科学家技术 那这个科技 英文是science 那技术能用technology 但是我们仔细去爬出 英文这个technology 这个字的这个眼镜 他的确跟中文里面 讲了科技变得类似 意思就是说 是由科学为技术 科学所发展出来的技术 跟一般的手工艺 我们也讨词 也叫做技术 我们甚至于在 办公室管理也叫技术 但那些不叫做 我们所谓的technology 但中文我们就常常把 科学跟技术 合并成一个词 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 富强 其实这个国家富跟强 是两个概念 富裕跟强大 对 有的国家很富裕 但并不强大 有的国家很强大 并不富裕 对不对 就把观点弄混 把technology翻成科技 又把科学家基础 也叫科技 所以在中文里面 就叫混淆 所以回到刚刚讲 澳洲这个智库 它用的学术的论文 来做评鉴 表示它把科学 这个概念抽离出来 这个在我们科学界 常见的 用着科学论文数量 而且是里面 比较优秀的论文 被引用最多次数的论文 就比较高精尖的论文 那用这些项目来看 中国的确在过去 三到四年 在全世界很多论文的评比里面 中国的数量 甚至包括品质的 就高品质的论文数量 都超过美国 没有错 可是呢 这个报告里面 自己也写了 它说这个 虽然很多项目 中国已经领先 但还要看 是否转变为专利 这就呼应你刚刚讲 对不对 应用方面嘛 为什么要转变为专利 因为如果你只是科学 那它就怎么讲 科学是注重零到一 它是发现自然的真理定律 那技术呢 或者科技呢 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 它注重是从一到一百 它要创造人类的扶持 在应用方面嘛 所以它就比较注重什么 注重真正的应用 它就需要专利啊 但是专利要发展成这个产品 甚至于产业 不是那么容易 它发展成了产品产业 是可能要注意专利的数量 同时也要注意 到底有哪些专利 真正转变成可以应用 变成产业 具有竞争力的公司企业 那这个其实也有评比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自立一点也知道 有一个财富杂志 对不对 财富杂志做这个Global500 就全世界最强的500大公司 这个数字呢 在过去两年 中国也的确超过美国一点点 超过了一些 所以这些都是评比的指标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奥运有自己的项目 国际田径赛有自己的项目 但是你不是用这些项目 来比较金牌谁比较多 或者谁的论文比较多 或者谁的公司比较多 就是说这个国家 引过那个国家 跳下这样子一个结论 是有点危险 因为国家竞争之间 有很多不同的类别 数字跟资料可以来解读 但事实上 我们还要看未来的发展 那刚刚总编辑有讲到说 其实时间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内容上 论文的产出者 其实就是科技人才 我相信很多科技人才 在未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都是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 尤其是最近抢得非常凶的 半导体产业 那我们也根据这份报告 一起来看刚刚 吴老师讲的关键技术 在这个报告当中 其实在论文上 它包含了先进的飞机引擎论文 占了全球百分之将近四成九 还包含了超音速武器 supersonic weapon 那甚至全球的顶尖十大研究所 中国有七个也吸引了人才的聚集性 很多市场上在转变 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要去竞争力比较高的地方 再来是中国的顶尖研究人员 五分之一来自于五眼联盟 那过去大家也会觉得说 在学术上军事研究上 是不是跟政治上有所关联 这可能都是未来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关注中国还有美国的下一步 那其实最近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也报导说 在2021年有超过一千四百位 中国出身美国受训的科学家 其实他们没有留在美国 跟台湾有点不一样 他们是返回中国工作 是放弃了美国的学术研究 跟一些排名前五十大的排行榜的这些机构 所以现在大家 不管是从拜登的晶片法案 或是最近每个这个众议员 还有包含了这个联邦政府的大动作 都在在希望的争取产业 回到美国制造跟研发的同学 我们也看到的确 中国似乎在人才方面 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所以你提到这个人才 实在太重要 就在这个星期三 我去新竹 有一场是国客会 举办的半导体人才的论坛 那台积电和联发科 都派了重要的这个高级主管局面 发表演讲 结果内容通通都来 谈人才 然后稍后呢 我又到清华大学去访问 清大的半导体学院的这个院长 就林本坚是我们的传奇人物 他其实跟我谈 也在谈很多人才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国家权力要素里面的科技力 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要素里面 最重要的一项 那为什么 或者如何才能增加国家的科技力呢 靠的就是人才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科技靠创新 创新在哪里 就是人才的脑袋里面嘛 那你刚刚提到说有1400位的 这个华尔街报导说 中国出生的在美国受训的科学家 这个数字我们要去定量的分析一下 因为从中国送到美国去做研究 或短期学习 或者自费的长期的等等 这个数字是以万来计 有好几万人 所以可能将近十分之一的人 回到中国 可以这样说吗 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 因为我记得是好几万人 所以这可能是几分 但这个为什么会照应于此呢 可能有的观众不清楚 这个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在2018年10月1号 那当时川普总统 川普政府之后 他提出来一个 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 叫China Initiative 那他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减少 其实是要消灭 全面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在美国 学习抄袭科技的间谍 他是用这样子的Term来形容 这样形容词 那的确呢 然后用了这样子一个计划 你可以可想而知 针对一个特定的族群 那在美国所有的华裔的 甚至于亚裔的科学家 都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我自己有些同学朋友 也跟我讲过一些 蒙受不败之渊 或者受到歧视的这种 轻盛的故事 其实很不好 那因此才会出现 你刚刚讲的 他们怎么去调查这个数字 当然不是意义查访 还是一样回到刚刚讲的论文发表 这个人的论文过去在中国发表 那他后来用美国发表 比如他从中国到美国 过去都在美国的某一个机构发表 怎么突然变成中国 比如他回到中国去 那这样子的人 有一千四百人之多 但是我必须强调 这个人才的流动 完全是根据个人的 他的个人的ambition 他的戏图心 所以有人回去 也有人过去 中国也有很多人在美国留学 就留在美国 就去AI 你刚刚提到AI的领域 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 这个人才的这个保有跟发展 绝对是大国竞争之间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如果人才越多 就可以保证这个大国竞争当中 他获胜的机会越大 是 非常感谢总编辑详细的解析 更多财经科技的相关资讯 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 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